因为今天是周一也是很关键的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新的一个月 这是几月 6月3号 我上个video已经说了 这我们走过了黑色黑色的五月 千万不要挡住你投资的眼睛 然后今天我上来想嘟嘟两句什么呢 因为最近的盘面走势挺无趣的 今天安迪就是利用我的数据和我的分析能力 大胆做一个小小的预测 预测的内容是什么 很精彩 很精彩 可能超越了每个人的认知和每个人图形学技术性所有的一切 首先先看一下 我想是现在说那个结果呢 还是过一会儿 你看今天的走势 因为他的fade news太多太多 太多 假的新闻太多太多 所以他呢 试图要立一个法 这样其实对Facebook这些社交啊 Google这些啊 有一定的这个杀伤力啊 但是我认为这个呢 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啊 并且我认为川普做得很对啊 做得很好啊 就是应该这样 因为 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在美国啊 你会 你会看到好多这个 其实是有动机的一些的这些文章和评论啊 虽然那个言论是自由的 但是在当下的这个社会里啊 很难分辨 他这个自由的目的性和他这个出发的动机啊 这也是考验以后人类怎么用这个AI啊 进入这个AI的世界啊 可能传递的速度啊什么的都很很广阔啊 考验人类的智慧啊 说的有点远啊 说的有点远 今天我说呢 Andy预测了一下 今天呢 或许呢就是美股呢最后一天的下跌了 大家听好了啊 Andy认为呢 这个6月3号这一天呢 是美股的最后的一天的下跌了 嗯 为什么那么说呢 因为手中的数据告诉我的 还有一些现象啊 我做出的这个 当然是左侧交易的一个判断啊 所以呢 我也不见地 就说是这个 这个预测呢 就说是交易性的 我认为不是特别大啊 不是特别大 千万不要 就说好像Andy一说是 最后一天下跌了 明天一开盘就买啊 那你一定要按照你自己的方法走啊 我这也不是说嗯 抄底的那么一个video啊 我本人是做投资的 只不过是在这个 当下的这种市场 可能天天大家很boring的 这个watching screen 都没有什么意思是吧 然后我呢也是碰巧 利用了一些数据分析的一个小小的结果 我认为我分析的这个结果呢 还是应该有超过60%的成功概率的啊 就是说他明天收出阳线 乃至于往上走一波的概率呢 是很大的 并且我那时候也说了 对5月份呢是比较黑 但是对6月份呢 我Andy是一点都不会 都不会放弃或者是upside 就说是不安或者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最近的美国的市场呢 走势呢也是很健康很合理的啊 包括大的背景经济数据 包括货币啊 众多的方向啊 都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然后我们从几个这个旁面上也看一下 因为我上回从ismp这块画过一个啊 我上回画是画画了有两条线啊 画了有两条线 我说这么一下这么一下这么一下 他往哪走呢 他就会走到这个区间 其实我当时不那么看啊 为什么我就画出来 我不那么看呢 这个想说一下啊 就是说 我知道他那么走法 我不那么看呢 就是说我想积极的对冲这种走势啊 但是我有他这个往下走来的这种 这种准备啊 并且我在前期也说过啊 如果要走到这个地方呢 我会考虑一下50%的这个杠杆吃斤的这个使用 现在又是挑战安迪 挑战安迪的这个诺言的时候了啊 现在安迪在看情况 嗯 准备用杠杆50%的呢 进行一次买入 但是我要也要看个股的这种表现 因为嗯 我们投资在这个市场 每个人可能投资的公司啊 都各不相同啊 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 走势或许不尽人意啊 包括那个NASDA的一些 或者跟S&P一些 但是其实在这个市场中呢 还有一些公司呢 我认为啊 至少有20%的公司 其实走的是 嗯 形态啊和那个 趋势走的是非常不错的啊 这个呢 其实我也想准备呢 说几只个股 因为我如果在这个video里说了几只个股 我感觉好像传播的这种速度可能会很快 好像是不是有一点不好的这种现象 所以我总在想 但是我可能会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一个契机 或者是一个前提啊 来讨论几个 如果这个价值投资成功的这个朋友啊 他会遇见一个什么样的股票啊 就说是如果你是一个价值投资的 嗯 你通过你这个投资一段时间之后啊 他应该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走势啊 相对对于你的投资呢 就说是积极的positive的这个方向direction 就是会非常好啊 会引导你leading一下你 嗯 这是我简单说一下 但是我在想 是不是要举几只股票的例子来说啊 因为很多股票呢 可能跟我有关 很多股票呢 可能跟我无关啊 在这儿 我也是在想这个事情 咱们回来说一下is&p500啊 那is&p500现在的走势呢 基本上就是大家看见的啊 他基本上就说是我的前面也画过这样的图啊 就说是这样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其实画了一个黄线 我说我认为 嗯 他其实会在 哎 在这个地方 安理会认为 箭头不给我了啊 他会往上走了啊 但是他他往下来了 他往下来了 那我认为呢 也没所谓啊 就是这样 嗯 其实或许我周五 这周五可能还会做video啊 是惯例的一个video 那个video呢 可能过了几天之后呢 对于形态呢 就非常清晰了 我在那个video里呢 我会简单的也说一下 嗯 所谓的一些周期 相对来说长一点的走势啊 如果我们还是拿is&p来看 你如果看他的周线 其实我上个video已经说了啊 他无非呢 就是在这做一箱体啊 然后现在呢 有点钟轨的感觉啊 所以大家呢 可能是向下 向上 看的都比较那个 充分啊 就是half of half 一半一半 有人看空继续加单啊 就是说有人看多呢 就是说继续买入这种啊 但是我认为之后呢 从六月份开始呢 其实事件性呢 嗯 从现在来看 事件推动性的东西呢 就不是嗯 特别强了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从这个嗯 业绩来说呢 其实这个影响两个quarter之后呢 在第三四个quarter呢 有一些公司呢 他会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销售啊 他这个不是一个预期 就说好多公司好像他会打乱他的这个盈利的预期 并且是revenue的一些东西 earning report的一些东西 可能他这个短时间给公司带来的震荡 只有两个quarter 我在这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上市公司呢 他这个供求关系呢 其实全球化呢 他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如果有不好的事件发生呢 他除了是那种大危机的情况下啊 所以有些人好像说在现在这个政局不稳啊 有些人可能不了解美国政治和文化的 他可能认为现在是一个大危机啊 但是安迪我这个旗帜很鲜明啊 现在不是大危机而是大机遇啊 而是大机遇 并且安迪会认为这次的这个 如果短期走有个底部的形态走起来 计计股票呢能按照黄线的趋势来走呢 这个机会呢 其实我跟大家说啊 就是百分之 嗯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这个机会 如果大家有幸在这投资呢 其实呢我认为现在的点位呢 都是两年比较低的位置啊 这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也是根据我的一些这个数据啊 当然要不对的 可能有些人会过来说啊 不对啊 那不对对不起 那也是我的观点和我分析出来的结果啊 它就是这样 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挺难预见的地方啊 这个地方呢 其实同样是比较难预见的 之后它往上走啊 会走两年 所以回头来看呢 在这个中轨的这个位置 想起中轨的位置 如果有些人能在这种仓 寻找一个比较好的那种标的啊 买买入啊 嗯 我认为现在来说呢 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的机会啊 嗯 这我这仅属于这个安底个人的观念啊 观点 所以每个人投资呢 因为每个人投资的方向呢 和他这个想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啊 这也是看不同的人 今天的这个video呢 简单的带上来的 就说是我对短期 甚至于明天啊 说绝对了 我就认为啊 就应该是最后一跌了 今天是最后一跌的这个概率啊 和这种形形态和我这个数据分析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嗯 大概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六七十啊 我现在就是很很低调的来说 要是让我嗯 口吱一致的来说呢 我就口吻一致来说呢 我就说我要 认为今天就是最后一跌啊 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意思啊 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观点吧 或许在这种平淡无奇的这个 投资生涯中给大家带来一些喜悦 好了今天安底就说到这里 拜拜 拜拜 everyone good luck